当然了 说起始皇帝的就是大肆营造这个恶行 最汉人听闻的 还是要数他建他那个超滑滑的陵墓 就那离山陵 我们从外观上讲 即使在今天 这陵墓也叹为观止 长方形风土底边 南北长515米 东西宽485米 占地面积25万平方米 小山一般的坟头 高达55米 但实际上我告诉大家 他真正原先的高度 实际上是100多米 为什么 2000多年人为破坏和水土流失 差不多一半弄掉了 因此司马迁在他的史记当中 就详细记载了 他原先的陵墓的高度 而且在他陵墓内部 更是极尽奢华 根据司马迁的记载 说嬴政就始皇帝陵墓内 一直深挖到地下进泉水处 精铜加固基座 上面放了巨大的棺材 墓室里面堆埋奇珍异宝 墓室之内还有好多机关 什么人一进去可能就会被箭射死 而且整个墓室之内的筑满水银 象征江河湖海 苍穹一般的穹顶上 还变现夜明珠 象征日月星辰 而墓里为了照明 还用鱼油燃灯 保持长鸣不灭 但古人不知道 没了氧之后那些灯都灭了 总而言之这个灵源工程不是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才修建的 是他在十三岁刚刚登上秦国王的宝座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 所以说他这个灵墓的工程一直修了近四十年 当他病死沙丘之后灵墓还没有建完 他儿子秦二世胡亥继位之后 又大张旗鼓 建了一年多才算消停 所以说嬴政统一六国之后 也是他的灵墓修造最疯狂的时期 多少人呢 七十多万囚徒被押到离山 就被修的这灵 因此呢 陈胜吴广打到咸阳附近的时候 结果张寒最后只得建议秦二世 你把这七十万行徒赦免了 让他们变成这个抵抗那个叛军的大军吧 由此可以想见 这个灵源工程是多么巨大 修灵的人有多多 有一句话这样讲 民可以与之乐成 不可以与之优始 这个在西文报置业的这篇中学课文当中 大伙可能能记得住 这句话虽然偏颇 但确实存在了一定的道理 因此呢 秦始皇在国防设施 以及国内交通方面 比如说长城啊 迟道啊 这些工程 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这个就跟杨广 隋阳帝 修那大运河一样 是害在当代 利在后世 所以说 他这些工程 我们如果细究起来呢 似乎也无可耗费 那么作为大一统帝王 为贪图个人享受 而大肆营造宫殿 一座一座接着修 盈耳不修 敲骨七髓 压榨小民 所谓的取之尽资诸 用之如泥沙 秦帝国确实是这样 我们上一集讲到 秦帝国 秦二世被赵高杀了 赵高呢 又被紫英杀了 紫英呢 只得在流亡 兵临天下的时候呢 投降 现在呢 等于是秦帝国就灭亡了 从秦国到秦朝 五百七十年历史 戛然而止了 那么秦帝国为什么灭亡呢 几个字 晋以天下奉义人 因此就是因为秦始皇 他为帝以来这个暴政啊 实际上是秦帝国灭亡的 最关键的原因 那么帝王呢 说句实话呢 他也是常人幼身 即使是像秦始皇 如此显赫的人物 你说他也是一般的人嘛 他也喜好耳目声色之欲 而且他这些喜好呢 如果是一般的喜好 确实算不上什么 罪大恶极的事情 但始皇立嬴政 他对享乐的沉迷追求 确实太大发了 绝对呢 是后人我们想起来呢 确实就咬牙切齿 当然了 总会有人指出 你看这嬴政 始皇帝 四次 五次 这个全国性的大巡游 浪费天下无数人力物力财力民力 你说到处去玩 这个我们就应该谴责他 如果这样说 把他那几次巡游 四五次的巡游 当成这个秦始皇帝的一个罪行呢 我觉得这是俯如之见 因为始皇帝的 他的这种巡游全国呢 和他开疆拓土的意念 是分不开的 那种巡游 那种大张取谷的展示秦国的威力 在秦帝国统一之后 既是一种政治宣誓 也是文化巡礼 所以说呢 后世的暴君 比如说隋扬帝 他那规模特别大的巡游呢 实际上也不是像明朝那小说当中所宣誓的 好像隋扬帝这些王就王在他游乐上 不是的 不只是吃喝玩乐 但是呢 秦朝隋朝 你看秦始皇 秦二世 阳间阳广 这两个王朝呢 都是二世而亡 因此后世呢 也很少有人呢 替他们说好话 嬴政始皇帝 他最令人诟病的举措 实际上是什么呢 就是因为他穷奢极欲 营造楼台殿雨 姓或不姓 秦朝人这辈子 遇到秦始皇这样 雄才大猎的君王呢 其实呢 还是不姓大过姓 虽然说他后来一统天下了 但是呢 作为一般的百姓贫民来讲 你想啊 为了始皇帝的这种穷奢极欲 为他这种雄才大猎 除了承担平时摊派的沉重摇曳以外 还总被秦朝政府蒸发去 哎 干嘛呢 替皇帝造宫殿 造离宫 各种各样的巨大工程 你想 早在击灭六国的过程当中啊 嬴政 始皇帝 每击灭一国 就派人啊 把这个国家的宫殿都画下来 干嘛呢 他在咸阳北板之上 继续营造 你比如说 把楚国灭了 楚国宫殿是什么样啊 给我在首都咸阳附近 原模原样的 按原比例 一比一给我附建一个 因此呢 如果看这个司马迁史记啊 就可以知道 秦朝本来它就有许多旧宫殿 加上这些新的宫殿 秦朝的宫殿群啊 跨山弥谷 离宫别馆 加起来有多少座 七百余座 七百余所 遍布于寒谷关内 以及那个渭水的南北两岸 如此电雨 如此楼 从人的欲望程度啊 和这个我们现在的思维常识来讲 你说秦始皇你就一个人一个身子 按理说早就应该满足了吧 人心难艳 始皇帝他依旧觉得自己的宫殿比起他想象中的天堂 天上的宫殿还是有差异的 于是呢 他又在渭水南岸的上林院 开始营建规模骇人听闻的朝宫 设计面积呢 可容纳十万人 这朝宫是什么宫呢 就是我们现在一听说的鼎鼎大名 这什么呢 阿庞宫 而且这个阿庞宫啊 仅仅是当初始皇帝新设计的 大朝宫的前殿 前殿阿庞宫东西啊 我们今天可见在陕西西安西郊三桥镇以南 东起居家庄西至古长村 依旧残存的面积 约六十万平米的阿庞宫遗址 由此可见的始皇帝的阿庞宫 无论是建筑面积还是建筑规模 绝对都可以说是千无古人 后无来者 那么有人说 这不是阿庞宫吗 你为什么你读阿庞宫啊 这个确实是一直传下来的 为什么呢 约阿庞宫啊 他这个上宫宫殿高峻 住于阿上为房 这个观点是出于什么呢 是出于汉书 他怎么注视呢 阿者大陵也 就大的那种高陵 取名阿庞是什么意思呢 是说他高 就像在阿上就在大陵上建房 因此叫阿庞 那么大伙说建房 这个应该念房啊 也不是 因为在唐朝之前啊 没有清纯音 到唐朝的时候还读房为旁 因此呢 读阿庞 所以说我想起我青少年时代啊 我当时被老师强迫背诵杜牧的阿庞宫赴 当时深感背诵之苦 但当时也是背下来啊 倒背如流啊 我现在成年之后啊 以熟知历史典故 惊言这些诗词歌赋 回头再背诵 忽然觉得 杜牧的文章啊 真是灿若锦秀 写尽史皇帝的娇奢引意 那么就在这大大小小 近乎千锁殿堂之内 史皇帝毕竟他只一个肉身子啊 宫中珍宝是堆若山鸡 宫内的角色美女有多少 有数万人 我们想一想 数万美女 即使他一天换一个地方住 一直到他病死沙丘 也不可能有精力有能力 把所有的 他见的这些公事驻遍 别说就说那些美人了 有些人见都见不着 因此呢 史书上这二写 三十六年不得见证 你想他从当国王到当皇帝 三十六年 就这些美人啊 在那里待了三十六年 有的连他的衣服影都没见到过 可笑的是呢 虐用民力如此 欺民自大如此 在我们后人挖掘出来 阿帕宫地砖上 竟然刻有这样十二个大字 海内阶尘 岁灯成熟 道无鸡人 四海之内都是我们大清国的这个臣民 我们每年 这个稻子骨子什么都丰收 你看 道上连一个挨饿的人都没有 这个东西 太粉饰太平了 还道无鸡人 所以说我们现在看着 这个砖上的几个字 都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确实是没有鸡人 都是饿死的人 当然了 说起始皇帝的 就是大肆营造这个恶行 最汉人听闻的呢 还是要数他建他那个超滑滑的陵墓 就那离山陵 我们从外观上讲 即使在今天 这陵墓也探为观止 长方形风土底边 南北长515米 东西宽485米 占地面积25万平方米 小山一般的坟头 高达55米 但实际上我告诉大家 他真正原先的高度 实际上是100多米 为什么 2000多年人为破坏 水土流失 差不多一半弄掉了 因此呢 司马迁在这个 他的史记当中 就详细记载了 他原先的这个陵墓的高度 而且呢 在他陵墓内部呢 更是极尽奢华 那根据司马迁的记载呢 说嬴政 就史皇帝陵墓内 一直深挖到地下 进泉水处 精铜加固基座 上面放了巨大的棺材 牧室里面堆满奇珍一宝 牧室之内呢 还有好多机关 什么人一进去 可能就会被箭射死 而且整个牧室之内呢 筑满水银 象征江河湖海 苍穹一般的穹顶上 还变现这个 叶明珠 象征日月星辰 而墓里为了照明呢 还用余游燃灯 保持长明不灭 当然古人不知道 没了氧之后 那些灯都灭了 总而言之吧 这个陵墓工程啊 不是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 才修建的 是他在13岁 刚刚登上秦国 国王的宝座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了 所以说呢 他这个陵墓的工程 一直修了近40年 当他病死沙丘之后呢 陵墓还没有建完 他儿子前二世 胡亥继位之后呢 又大张旗鼓 建了一年多才算消停 所以说 嬴政统一六国之后啊 也是他的灵墓修造 最疯狂的时期 多少人呢 70多万囚徒 被押到离山 就被修的这灵 因此呢 陈胜吴广 打到咸阳附近的时候 结果张寒 最后只得建议前二世 你把这70万行徒赦免了 让他们变成这个 抵抗那个叛军的大军吧 由此可以想见 这个灵源工程是多么巨大 修灵的人有多多 有一句话这样讲 民可以与之乐成 不可以与之优史 这个在西文报置业的 这篇中学课文当中 大伙可能能记得住 这句话虽然偏颇 但确实存在着一定的道理 因此呢 秦始皇在国防设施 以及国内交通方面 比如说长城啊 迟道啊 这些工程 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这个就跟杨广 隋阳帝兄弟大运河一样 是害在当代 利在后市 所以说他这些工程 我们如果细究起来 似乎也无可厚非 那么作为大义统帝王 为贪图个人享受 而大肆营造宫殿 一座一座接着修 迎而不休 敲骨欺随 压榨小民 所谓的取之尽资诸 用之如泥沙 秦帝国确实是这样 因此它这个负面影响特别大 使得秦国人民的仇恨 秦帝国 这些平民百姓 包括从前被他灭那六国的百姓 怒火中烧 而且就开始日复一日 怀疑这个政权 结果呢 陈胜大泽乡一起 天下响应 最终是导致秦帝国的父王 秦帝国呢 二世而亡 因此待他而起的这个汉朝 这些大臣呢 儒生啊 有事没事就把这秦始皇 拿出来批斗一番 就把他从前的那些事情 都归为暴政 确实 百分之八九十都是暴政 不过呢 嬴政统治的措施呢 确实在许多方面呢 也令人发指 真正从技术层面来讲啊 那些儒生啊 骂呀骂啊 真正最能切忠 秦朝科政要害的 要属汉朝的大儒董仲书 根据他的论点呢 秦国百姓 摇曳和兵役 负担达到从前的三十倍 那么土地税 商税和人头税 那些税负负担 和从前比起来 高出二十倍 就是因为这些高负担 秦国百姓 空苦难熬 所以说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 而且呢 秦朝这残暴的官吏 如狼似虎 致使许多百姓呢 逃亡山林 被逼为盗 以至于呢 当时在秦国大道上 行走的人群当中呢 一半都是去被驱赶各地 去服刑服摇曳的囚徒 董仲书对秦始皇 横征暴敛的指控呢 还是非常恰当 嬴政虐民之苦啊 都是和他的政治贪欲大有关联 你想 他统一全国之后 在将近十二年间 从未与民休息 三十万人驻长城 五十万人 树无灵 七十万人迎建 阿旁公和离山陵墓 除此之外呢 还有无数的 没有明确进入史籍的 摇曳兵役 如果推算在全国范围内 大修迟道 直道 无耻道 新道 开招 灵渠这些劳力 我估计在虐用民力方面 整个中国历史 后世只有隋阳帝 能和他有这么一比 那么秦朝政府如此暴虐 百姓肯定会反抗啊 因此呢 暴秦政府呢 肯定会尽一切努力去镇压 这样一来 恶性循环 严刑俊法呢 就成为秦始皇时代的 醒目的政治标签 秦朝最轻的刑罚呢 当属资刑 资刑这个东西 咱们不用讲 就是赎刑 就说你拿钱吧 你犯了法 你交钱就行了 这个是最轻最轻的刑罚 秦朝在当时 实际上还没有形成 完整的刑罚体系 刑罚的形式呢 实际上在许多方面 显得极为残酷 我们可以看它的肉形 看它的肉形种类 可以可见一般 有情形 情形就叫磨形 有异形 有月形 你看情形在脸上弄磨 异形的把鼻子割掉 月形呢 就把膝盖或者脚趾头斩下来 还有弓形 所以说我们刚才看的这些刑罚 残害肢体的肉形 都是起源于奴隶之时代 那么秦始皇统一全国之后呢 对这些肉形呢 不仅没有所减免 而且还更加发言光大 那么我们从考古挖掘出来的云梦勤俭去研究呢 就可以发现秦朝的肉形啊 它多和图形的相配套使用 当然了最能体现秦朝法令残忍性的 就要属秦朝的死刑的种类了 绝对是五花八门 如果我们细细斩读啊 那绝对就像大屠夫大厨子那样开单一样 绝对让人望而生畏 只不知开单对象不是那些牲畜 是人 你看啊 秦朝的死刑包括什么呢 巨五行 足行 定杀 坑杀 折行 消首 气势 鹿 鸟 抽类 护烹 囊扑 腰斩 车裂 等等等等 巨五行 就这五行最有名的大腕级丹寿者是谁呢 就是秦朝 严刑郡法的推广者 丞相李斯 这老头子 古兮之年 他和一家子人 都被赵高和前二世下令 巨五行处决 然后呢 又把他三族给杀了 所谓巨五行是什么呢 就先秦行 义行 斩左右指 持杀之 削其手 海其骨肉于世 就是元书对五行的这样的描述 仔细分析就可以发现呢 秦朝的巨五行呢 其实就是折行的高级形式 也就是后代什么呢 封建王朝凌迟之行的 他最早的萌芽形态 那什么叫族行呢 秦法 秦国法律所称的一三族 就是说一人犯罪 诸连甚重 当然这个三族也有不同的说法 有秦是父母兄弟 妻子三族 有的是指父族母族和妻族 可见 你在秦朝啊 作为女人啊 嫁一个人也挺不容易的 但凡运气不好 你嫁给了一个国家敌人 像李斯什么这儿家的人 或者像蒙田蒙义他们家的人 女人自己娘家人性命呢 也会全部被压上刑场 集体处决 那么秦朝的定杀是什么呢 定杀一听 这东西好像定食 是不是跟日本吃饭有关系 这也没关系 词汇很奇怪 那是指把人啊 把那些患有这个传染病的那些人 抛入水中淹死 或者活埋处死 坑杀呢 这个坑有的是耳朵旁 有的是个土字边 就是活埋 折呢 就是说碎裂犯人肢体 把这些犯人刮完之后再处决 消守呢 就是把犯人处死之后呢 首级悬于木杆之上 来示众 弃士呢 也就是所谓的杀之于世 与众弃之 这样一种说法 就公开处决啊 以此来震吓民众 陆刑呢 就是先对犯人实施痛苦 难堪的这种羞辱刑 而后斩杀 凿颠呢 就用铁凿子凿开这个犯人的天灵盖 抽泪呢 大伙看这字眼 我估计刚才我讲了半天 也就会干叉了 就得把活人的肋骨活活抽掉 非常非常疼 差不多呢 就得叫那个人疼死 互烹 互烹这个东西呢 就是用大锅来用油炸 然后这小火中火大火 那么囊铺是什么 囊铺是把犯人装入袋子里 然后用大棍子扑打而死 腰斩 这个刑法一直持续到雍正 就是把人啊 为了让犯人多受痛苦 拦腰一大刀 这腰斩 我给大伙讲一讲 一直到雍正 最后受刑那人叫余虹徒 因为说她 她的一个小妾 把那试卷给透露了 你要知道 在封建时代 透露试卷 这绝对是一个特大的刑法 特大的罪过 因此呢 把它给切了 切完之后 这余虹徒还活着 用手占自己的血 写了七个铲子 这个事最后雍正知道 也觉得太不落人了 因此从雍正时期 才把这个腰斩给废除 那么车裂 大伙都知道 就是无马分尸 因此呢 我们可以想到 秦朝官吏杀人的想象力 绝对是非常丰富 那么到了什么地步了 咱们你看这个 《盐帖论》有个刑德 其中就讲秦国 秦朝的这个刑法的严酷 一笔盈磊 断足盈车 所割男子之势 高机如山 如此的人间地狱景象 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秦朝的法律 已经不是法律了 完完全全 是一种赤裸裸的刑罚暴力 那毕竟呢 秦朝的大义统 他是以暴易暴而得 因此史皇帝 行政 这些人和他大臣 专任刑法 就以刑法为他自己 最主要的统治工具 因此他就迷信暴力 最终呢 他等于是把 百家当中法家的重刑主义的推向极致 也使得秦国人最后的反抗 越来越激烈 那么史皇帝君臣呢 你看他用暴力 来消除了六国 而且呢 觉得他们被暴力成功呢 就蒙住了自己的双眼 他们崇拜迷信暴力 而且进一步把暴力呢 作为意识形态领域的这种清除剂 然后等于他对意识形态领域呢 大家这个钳制 所以说呢 后世读书人啊 对秦始皇 对对思想领域的这样的这种残暴的行为呢 就更加痛恨 而且呢 把秦始皇在思想领域的这种暴政呢 放大成为一个令人发指的这样的专有名词 是什么名词呢 分书坑儒 我们下一讲呢 就要为大家仔细分析一下 秦始皇为什么分书 为什么坑儒 坑的是什么书 坑的是什么儒 坑的是什么书 对啊 对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